副总统陈建仁今二三日上午出席游多个独派 本土社团参与的会议时 强力替总统蔡英文争取连任支持 陈建仁表示 台湾在蔡总统的领导下 现在已经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我要拜托各位前辈 一定要继续支持蔡总统文件踏实的改革路线于施政方针 由世界台湾人大会 台湾国家联盟 台湾安保协会共同举办的第九届海内外台湾国事会议 今日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陈建仁代表蔡英文至此表示 蔡目前出访邦交国 特别关心台湾海内外乡亲队伍这块土地的关心与付出 也请她转达十二莫分的钦佩 总统蔡英文进行海洋民主之旅 她来到帛琉于该国总统雷蒙解锁合照 总统府提供这批记检视相片 总统蔡英文进行海洋民主之旅 她来到帛琉于该国总统雷蒙解锁合照 总统府提供这批记 对中国抗议蔡英文总统出访意 过境美国夏威夷州 即WHA仍未发出对台湾的邀请函 进行海洋民主出访形成的蔡英文总统 22日下午点书两点回应第一 台湾总统去哪出访 不用经过北京同意 你有听过去外访朋友 还有邻居同意的吗 第二 在太平洋友邦 台湾Canel不只是口号 更是每天的时间 台湾有能力照顾友邦国民的健康 为国际社会付出 但2300抹台湾人的健康权 也不该被消失 蔡脸书也附上和帛琉总统雷蒙解锁 Tom Mayer and me and this UGR 总统合影 并介绍 蔡网航边这位 是帛琉的雷蒙解锁 Tom Mayer and me and this UGR 总统 他坚持发展观光要多元永续 仅值比数量更重要 所以去年纪 帛琉虽然减少了来自中国的航班 但也坚持要维持旅游的品质 蔡文墨也特别介绍 六月起 华航一周四班直飞帛琉 行政院常在清德金腰八 中午正式登记 争取2020 总统大选民进党提名 赖清德的决定震撼党内 据透露 赖以考虑议震 但316例尾部选结束后才确定 昨天周日中午开会最后确认后 也才通知陪同相关人员 对赖清德的决定 赖所属的心系非常为难 赖昨晚都还在试图努力劝退 赖的回复警示 还在考虑 赖清德登记选 2020 陈美玲 参与讨论 台南知情人士透露 赖清德决定争取民进党 2020总统提名 其实已考虑议震 但和来一起参与相关讨论的人非常少 都是台北政坛并不熟悉的 赖清德在台南基层的班底 例如上午也陪赖北上的退休国中老师王永顺 发言人林盛哲等 同行的陈大教授陈志宏 则是赖就读成大医学院的老师 不过 倒是在赖清德担任是常任内备受重用的国发会主委陈美玲 也因为受到赖的信任 相关讨论都有参与 领表小插曲 带领表者没有党员资格不服规定 唯一句透露 赖清德虽确认要参选 但对党内程序没有完全弄清楚 上午还有意外插曲 王 陈去领表时 有五两人都没有党员身份 不服代表领表 虚有党员资格者的规定 临时通知有资格者代为领表 才顺利完成领表程序 316立委独选 赖清德在台南强力作选 拉拔郭郭文过关 当晚郭总部外群众对赖清德高喊选总统 台北上谈话节目的台南党籍立委叶宜金 也在TVBS的政论节目上 说来应该会取领表 叶宜金是后受访时 则强调他是个人推测 没有任何讯息 为前行政院长了清德 台南市长黄伟哲为民进党台南立委 补选后选人郭伯文助选 严正凯设 JPG 前行政院长爱清德为民进党台南立委 补选后选人郭伯文助选 资料照 严正凯设 赖清德离开格魁后和新潮流北半断线 赖清德决定参选 和赖同属欣喜 赖非常敬重的总统府秘书长陈菊 脸书发文直言情势让他担心 二十十六年大选 赖也有一条战态英文 就是被陈菊强力劝住 新戏段仪康 蔡奇昌德人 虽都公开表达 赖吴亦选总统 新戏内挺蔡连人 几乎是共识 但据透露 新戏内 对了回台南内的动向 一直非常忧虑 也清楚不少人在劝队出马 但离开德魁职位后的 南爱清德和台北新办 也几乎断了联络 新戏根本无法和赖沟通对话 新戏干部也坦言 赖清德的个性 宣布参选 不是为了权位 是有国家社会的考量 但赖清德的新戏身份 新戏会很惨 总统蔡英文二十一日展 开海洋民主之旅 图为他的仿博 留于总统雷蒙解锁和赵 资料照 总统府提供 陈建仁强调 不论是国内改革或国际外交的大拼 目前都已经看到初步的成果 台湾这个国家 在蔡总统的领导下 现在已经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我要拜托各位前辈 一定要继续支持蔡总统文件 踏实的改革路线 于是正方针 替蔡辩护陈建仁 维持现状并非消极 针对两岸政策 陈建仁也替蔡英文的维持现状辩护 指出过去不少人误解蔡总统维持现状的主张 认为这是一个消极 不作为了做法 陈建仁表示 他相信 经过三年的观察 大家一定可以了解蔡英文对维护台湾主权的用心 对维护台海和平的坚持 即维护台湾人过一个自由民主生活所做的各项努力 他再次拜托大家 支持蔡总统 屋外界认为 所谓独派支持前行政院偿来清德 独派色彩鲜明的民进党前主席姚家文23日受访时直言 很多人自称台派 我们都不讲这个话 他还透露 赖清德之前向他表示 不会选2020 置物他自己 则明确表态 我比较支持蔡英文 由多个独派团体组成的世界台湾人大会 台湾国家联盟 台湾安保协会 今日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共同举办的第九 际海内外台湾国式会议 对吴来清德登记参选民进党总统初选 姚家文说 这都很正常 民进党的规定 本来很多人就可以来登记 这吴是否希望两人协调成一组 姚家文说 他不是协调小组的人 没有什么意见 比较起别党 民进党是比较民主的 不过姚家文也说 我比较不清楚了爱清德的意见于态度 他以前跟我讲的 根线的做法是有出入的 他以前说不会选2020 然后我们跟他讲说 他不要选2020 2024就他的机会 他何必这个时候 他说 我不会 不会选 他 现在这样做 一定有他的原因 他很聪明 他也知道 蔡英文出来选 不管有没有上 下一 借就是他 没有第二人选 好好去助选就好了 队伍独派 台派团体比较挺赖清德的讲法 姚家文说 都有啊 很多人自称台派 台派团体 台派人士 我们都不讲这个话 对吴来清德说台 湾不用宣布独立 姚家文说 台湾是个独立国家 干嘛要宣布 他还补了一句 我比较支持蔡英文 上午会议 其他出席的独派人士 则对吴到底支持谁 大多不表态 而是强调 谁出现就支持谁 台湾国家联盟总召 无数民说 谁在初选出现 他们就支持谁 对吴来清德表示 台湾的国号就是中华民国 不需要宣布独立 吴淑敏则说 这个情形一直改变 目前的情势就是中华民国 未来应该要想办法证明 制限 使用台湾的名称 改变台湾的现状 台独联盟前主席 前台南世事长张策火受访 也表示 民主社会 初选有竞争是很正常的 没有所谓保障现任的问题 如果蔡英文真的表现很好 可能别人也不会出来竞争 对吴民进党要展开协调 张灿护说 这也是好的方式 如果不行 就大家来投票 召集制作 只无他个人的意见 张灿护说 就由人民决定 他认为 民进党公知出来及 提表态这个行为 没有必要 自由台湾党主席蔡丁贵则认为 民进党的竞争是好事 希望透过良性的竞争 让他们两人公开表达 要如何让台湾更好 民进党这两个人再怎么解 都比中国国民党好太多 他也说 台派社团能促成两人一个公开辩论 要如何带领台湾人民朝向一个更幸福的方向 媒体提问 独派好像比较不挺蔡英文 蔡丁贵则否认说 不会了 我们都挺台湾派 他也希望 两人的支持者不要吵架 因为最后还是需要支持者的票数击中 才能赢过国民党的候选人 我们都能赢过国民党的票数击中 我们不能赢过国民党的票数击中 我们都可以赢过国民党的票数击中